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帥哥好辣醫師團 醫師看診都有自己的妹尬和喜好 今天好辣醫師團的醫師們 要來告訴大家 自己不為人知的秘密與規則 好辣軍團們 又有遇到怎樣的看診狀況呢 值班小部理師李懿 哈囉 老師你好 你看每個醫師看診 都一定有他的個性嘛 我們常常也在節目討論 但今天他們來公開 自己為人不知的秘密 他們看診的時候 到底有哪些小秘密 可是你是婦產科 開刀不是做內診 因為我們事實上 婦產科醫師的話 就是除了門診以外 那接身 那另外就是開刀 有一些婦科的手術的部分 那因為我自己是滿喜歡教學的 所以我自己就會發現說 如果那一天有我們的住院醫師 像剛從醫學院畢業 來實習 對 那他們可能對於這個 醫學不是就是知道 可是不是那麼了解 那他們到開刀房去的時候 那如果有住院醫師在的時候 我那天的開刀就會特別的愉快 特別的順利 而且我不是那種 只嘴巴一直講 然後就不動手的 我就會邊做邊講 等於教學 對 就會教學 所以那一天的刀就會 越來越順利就會開得很快速的結束 然後就在大家的這個讚美聲中 就把那個刀擠 對 結果有一天就是那一天 我一到那個開刀房 他們就護理師就說那天慘了 因為那天沒有排那個住院醫師 來跟門診 然後他就說果然看我那個 開刀的那個氣勢 那個傻水就是覺得 有點懶洋洋的這樣 然後再聽到那個護士小姐 在那邊一直在那邊講說 那哪一家便當不好吃 我們今天中午要訂哪一家 那個火就上來了 就跟他講說 你們不要再講了 你們認真看那個子宮好不好 你不覺得那個子宮 看起來就是很療癒嗎 你把那個子宮切下來那種感覺 然後他們全部的人說 是... 那看完以後大家 趕快可以下那一台刀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自己後來也覺得說 我每次看門診 我一進診間 一定會做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 心想要去弄好誰 就說 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那個要氣勢 第二個就是 我椅子都會調到最高 因為我比較喜歡 跟病人大概 拭目接觸有一點點這樣 因為我覺得說 有些病人很如 但是你如果那個氣勢 壓他的時候 他的視 醫生你講得很有道理 對... 可能可以省了很多的話語這樣子 然後你就覺得 這個還滿重要的這樣 結果有一天大概那個椅子 我一直調就壞掉了 我想說試試看 看了三個以後 我就跟護理師講 不行... 拜託趕快換椅子 那個... 其實那個看病那個... 明明要居高臨下 沒有感覺 就覺得那個整個人 就是很懶洋洋的 就覺得好像看不下去了這樣 那裹不起來 你看看完椅子 那一路就順到那個下層 都沒問題 是 這是一個人的美港 其實現在 譬如說像國際會議廳 小巨蛋 都有那種租場地的地方 你可以辦一個售票的 國際拍刀秀 其實像外國電影不是什麼 在開刀這二樓不是透明玻璃 一龍 台灣是像沒有 因為有一些 我們就是Live Case的部分 那就是研討會的部分 但是那種是比較 特殊一定要做申請 因為變成還是有它的 隱私權的部分 我們不能夠隨便這樣 但是對於說 因為他們住院是本來 就是我們的一個 等於是我們的工作的夥伴 那我們就是越喜歡傳承 就會越喜歡去教學這樣 你也開休旅車對不對 對 因為休旅車會比較高 他如果沒當醫師 一定是開什麼 漢 客運 什麼 更高 這個多高 我有看過一個名醫 那不好掛 透過熟人帽掛進去之後 那一般我們看診是不是就是 病人對醫生這樣看 就很正常 但我去的時候就發現 他用的是四腳椅 就靠著他的那個看診的桌子 他就靠得很死 那醫師坐在那裡 你是不是 兩個是相對的位置 很怪嘛 那就會很自然 就把椅子拿起來調起來 你才站起來 護理師就講 請你不要動椅子 靠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以為我聽錯了 可是你這樣講話是很奇怪的 你要嘛你坐對面 要嘛你四十五度這樣看醫生對不對 後來我就再試一次再調 他就跟你講說 請你不要動椅子 這椅子不能動 我對不起對不起 我終於聽清楚了 他就是把椅子 靠著他的那個桌子 看診桌 一拜一拜 他就不讓你動 你頂多只能這樣 就這樣看完了 當然人家很厲害 看看你的胸腔沒有問題 很快就看完了 但我從來不知道說 那椅子不能動了 其實我們當藝人 也有很多妹妹嘎嘎 對不對 瓜哥那是你吧 我們沒有妹嘎嘎 我最隨和的 我沒有發現你有什麼妹嘎 我只有個妹嘎 如果來賓發得太不好看 那幸好 那我們來就有個榮幸 不太大 你看我這集很興奮嗎 好笑 我有一個胸腔科的醫師 有時候會限制病人的那個位置 一個是怕他突然 傳染 對 噴出來 或是說有些是怕他看到你 打電腦的那個實際的內容 那我們會把電腦稍微弄一下 位置不讓你直接看到我們 沒錯 我們是看不到內容的 這也都是真名醫 這你醫師還不是名醫嗎 名醫 他的 剛剛您開刀是有人看嗎 他開刀 他有旁邊的鼓掌 這兩開刀 真的很多外科系的醫生 是很多 就是規規麻煩的事情 但我個人覺得我是很隨和 但是確實如你所說的 有時候我們還是會有期待 比方說有些醫生是覺得說 你為什麼給我排這一間 這房間比較小 我又給我大間的 我又比較資深 為什麼排小間的 總醫師是因為說你這一台 不用那麼大空間 比較大的空間給另外一個醫師 可是他比較一樣 比較值錢 但是我還是有期待 就是說 比方說這個器械 如果比較好的給我用 我就比較高興 比方說這個護理師是老到 經驗老到的 但如果像瓜哥講說 更漂亮 那當然是更好 對 就是說我們對於技術 就是跟刀的護理師的技術 跟這個設備 還是有期待 但是我都盡量說 不要去為難排刀的人 因為排刀的總醫師很辛苦 他面對一群組織醫師 都很辛苦的 不過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這個 茶葉 對 就是說不要把茶葉泡臭了 因為我的習慣是大概 我看診大概15分鐘就喝一次 喝水 就喝一下 所以像今天這種場地 我其實不太滿意 因為沒有放水 沒有 那但是比較資深的護理師知道 我基本上 過了中午以後我就不喝茶 會影響睡眠 對 會影響睡眠 咖啡因 對 其實我曾試過 早上七八點喝咖啡 到明天早上才會睡 但是我早上還可以喝茶 下午就不可以了 那二三十年前 剛才我還是小醫生那時候 就有一個護理師 他也是新來的 他不知道我不能 下午不能喝那個 我基本上都自己買了那個普爾茶 他是熟茶的話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然就花茶 結果那時候也有公用茶 他不知道我自己有茶 他就把泡了公用茶給我 那我以為是 不宜有他嘛 對不對 就拿起來就喝 喝... 就中途我說 有喝出來嗎 對 怪怪的 這個是確定那個 他就... 那資深的護理師就問 跟之前說你泡什麼茶 他說就那個 他說 他很嚇死 我試過 我傍晚喝可樂也不行 到傍晚以後 那個也是一樣 對 然後巧克力糖也不行 所以就是時間的問題 可是你是看什麼 可是你有沒有看什麼 在運動那一天 是不是覺得晚上特別好睡 因為你有在運動打網球 對... 但運動我曾經被一次害到 真的那個... 有一個運動飲料 他們偷偷在裡面加那個咖啡 提神 我不知道 他裡面也沒寫 然後我那天晚上到清晨 大概三點才睡 我就是那次就是 因為我打網球是晚上打的 打到晚上十點 結果發現為什麼到三點還不睡 因為我通常十二點左右都睡 沒有 這樣太晚打了 沒有... 我每天都這樣 已經二、三十年了 三、四十年了 我開門診只有一個罩門 我一定要喝我老婆 清泡的咖啡 來 像話 來 像話 謝謝 謝謝 真的 我都閃了 真正而真 因為我血液當中留的幾乎是咖啡 這是屬於炫耀的嗎 太高招了 太高招了 而且公開宣示對不對 對... 不要利用我們家 我們說人都被... 你不要比下去了 人數總是要活下去 所以你幾點喝都沒問題嗎 對... 我一天 其實我曾經喝到咖啡因中毒 頭痛 後來戒斷掉 因為以前 大家廠商什麼 我的病人的家屬知道 我喜歡喝咖啡 我以前我都來都喝兩杯 可是下午廠商來拜訪我 就送我一杯 然後那個家屬來洗腎 他覺得洪醫師來喝咖啡 又幫我泡一杯 那我覺得浪費掉好可惜 就一直喝一直喝 然後晚上去跟人家吃飯聊天 又一杯 所以最多五杯 你曾經一天 曾經一天五杯 所以那天喝到第五四五杯的時候 就開始手抖心靜 然後後來趴著 就是覺得很難過 那到隔天起床 喝了一杯咖啡 整個頭就開始痛 所以後來我就沒辦法喝咖啡 我一陣子沒辦法就戒斷 可是不喝咖啡 你知道那叫 像喝... 那叫戒斷症候群 就是整個把咖啡拿掉 所以我一整個禮拜 就整個軟在那 趴在我的院長 是完全不能動 可是你一喝咖啡就頭痛 那個老天爺在懲罰我 一喝就頭痛 可是這樣大概戒斷了半年之後 我突然覺得整個神清氣爽 人很好 那突然又懷孕起咖啡 又開始喝 這次開始喝之後 我就一定要只有兩杯 而且 只喝我老婆的咖啡 那我在早上一定喝第一杯 那如果說我 譬如說晚上有門診 我一定把第二杯的份量 留到我門診 因為你知道現在大家看門診 那個速度要很快 你要快速的診斷 快速的判斷 要快速的解釋病情 所以整個所有的那個速度 都要非常快 那你如果咖啡因的那個濃度 下降的時候 整個就會懶散 我記得 我最多一個小時 可以看15到20個病人 一個小時如果很壞的話 可是如果沒有咖啡 有一天我忘了帶那杯咖啡 結果那天大概只 那一個小時只看六個病人 而且因為看那個情緒越糟糕 你知道有個病人 拿了一堆病例來問我 那就開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一直問一直問 問到我那天真的是 我很少看診會發脾氣 那天真的是發脾氣 我跟你講今天播出之後 很快就看到他拍咖啡的廣告 他在哭露 他在逃廣告 他在哭露 那天 其實還好我老婆了解 他第二個小時後來 因為我看診的地方 離我家很近 他後來幫我送來 送來第二個小時開始 我又可以看15到20個病人 那個數目又有了 對 聰明又求生欲望強烈 你會發現其實我在錄影什麼 其實也都有一杯那個 裡面的都有一個 我帶自己有帶百萬瓶 那裡面就是我老婆泡的咖啡 其實好的咖啡 其實所有的文獻 都會保護肝臟 對我們的循環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 黑豆水 那事實上很多的礦物質 很多其實幫我們的 紓壓什麼好處很多 只是你不能超過 過練 之前是說250毫克的咖啡 大概中杯美式大概兩杯 可是最近那個 有把它拉高一點 最多不要 每個人體質代謝不一樣 我的怪癖是看診的時候 對 因為我剛開業的時候 就是我一人診所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也蠻年輕的時候 就充業機這樣 就是希望能為腸胃鏡 儘量就有機會就做 所以後來做一段時間以後 我的手腕就受傷了 這邊 對 因為我們做腸胃鏡 是靠左手在操作那個 胃鏡的一個轉盤 那轉轉轉轉轉久以後結果 後來我的手滑硬膜就破掉了 對 所以我左手腕就變成 有一顆凸凸的東西 然後它硬硬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叫 它是劍翹囊腫 我當年那時候剛發作的時候 很厲害 它會腫起來 腫到就是會壓到我的手 然後我的手會發麻 就是會有點像 碗碎到症候群這樣 過了一段時間就把它醫好了 然後後來就 我為了要保護它 我就要去找一個護腕 把它包起來 但是我們腸胃科 因為每天就是 手套這樣一直戴 所以護腕其實不好找 因為大部分那種護腕 都非常的厚 然後我就找了很久 後來就找到 日本的一個護腕 這個沒有 這黑黑的 它讓我很方便 因為它很薄 你也找了滿久了吧 對 因為它很特殊 然後它是用魔鬼沾固定 所以它可以調那個景度 我現在看診的時候 只要沒有戴它 我就很沒有安全感 我就會覺得打鍵盤都不對 然後問診也不對 然後照味鏡也不對 我會覺得 我沒戴護腕 這個病人特別會吐 或者它反應特別大 然後有一天我就是 好像護腕不知道丟到哪裡去 我去診所到處找不到 你知道嗎 然後那天早上一開診就 就覺得很焦慮 然後剛來的前三個病人 也跟我一樣很焦慮 我這樣問得很煩 你知道嗎 後來就像猴瑜師一樣 後來到第三個 我就說你出去哪藥 就生氣了 就不想跟他講話 然後就整個門診 大概烏煙瘴氣了 大概前一個小時 後來我護理師突然在 某一個 不知道什麼地方說 找到一個說 證明這個黑黑的是什麼東西 是你的嗎 我說趕快給我 拜託 然後就好像戴上一個護身服 這樣 非常有信心 就像洪醫師一樣 從罵完病人以後 從三個病人以後 可以看大概 十五二十個 就速度就恢復 而且心情就非常的穩定這樣子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個怪畢 是照味鏡 我照味鏡的話 我因為換了新的診所 所以我照味鏡的時候 我跟我的設計師說 我的味鏡是一定要有 三個螢幕 我在牆邊就 不同的角度就裝一個螢幕 不同的角度裝螢幕 那這是要幹什麼 因為我長時間的照味鏡 我們以前只有一個螢幕的時候 我們每次照味鏡都要這樣 就是轉頭 就病人明明在這邊 然後我們整個人家這樣 我還以為就很不人體工學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我一定要照味鏡的時候 我的頭一定不可以動 我永遠都只看我的正前方 然後做檢查 所以我的話就請那個設計師 幫我抓好我要的高度 角度 位置 然後他們都不可以動 那三個螢幕之後我可以動 假如有別人動過 我馬上會知道 對 就算開車 你的位置會前前後 對 椅子的位置 這種習慣就好像那個小朋友 他不是一個毛巾 從小出生一直就... 有的人戴住戴戴戴戴戴 他就不能睡就會硬吵了 對 但你應該洗掉也不行了 小輩輩 就是個習慣對不對 那我自己也是就是 有一次去看皮膚科 然後我就遇到一個很奇妙的醫師 那因為我自己的皮膚就是有一些狀況 我有一些過敏 然後一直都沒有好 然後我就上網查到一個 就是人家所謂的名醫 是一個大醫院的名醫 我想說那我一定要去掛到他 就殊不知 大家就...很多網友都跟我說 你要小心喔 他...不是小心啦 就是說你要注意喔 那個醫生他是 就是眾說紛紜 然後最後我就自己打電話去 那個診間問 他們就說 你必須要先去其他的小診所 先去那邊拿到一個 有點像推薦函的東西叫 可是在我心裡我就會覺得很尷尬 因為我要去那個小診所 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一下說 你看我看不好 然後推薦我去大醫院 然後但是我還是就是硬著頭皮開口 結果醫生都還滿好的 就是那個醫生就馬上說 好 我幫你寫 我就拿著那一張轉診單 就去大醫院掛號 然後去掛號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診間的門口 貼了一張紙 上面就寫了很多的注意事項 第一個他有寫說 你進去的時候 不能夠隨便開口 醫生還沒有講完話的時候 你不能發問 然後醫生講的話 你一定要仔細聽 醫生講過的話 如果發問的話 醫生可能會不高興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我就那時候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等一下醫生講話 我一定要背清楚 背清楚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進去了之後 我就坐下來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我就是皮膚有點紅紅的 你幫我看一下這樣 然後... 然後一講完我想說 我開口了 怎麼辦 然後醫生... 果然醫生就不太理我 然後後來他就看了我一下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這個皮膚是怎樣... 然後我給你一條藥膏 你就是臉要擦 手要擦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那如果我是腳也有紅紅的 可不可以擦 可是我現在如果不問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一定會忘記 我就硬著頭皮說 醫生不好意思 那我腳也可以擦嗎 醫生說 我剛剛有說腳嗎 我就... 沒有 他說那就對了 我沒有說到的地方不要問 然後講完了之後 我本來以為就結束了 我想說其實也還滿清楚的 結果沒有想 醫生就說 我正要起來的時候 醫生就說等一下 我剛剛說這個藥膏可以擦哪裡 可以擦 我就開始想可以擦臉 還有呢 然後燈呢 我想說還有... 還有哪裡... 手 醫生... 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寫一下 就是好像在考試 他說好 那你可以出去了 我那時候才發現 我就全身都是汗 然後就出神經之後 我就覺得太可怕了 汗的病壓力好大 壓力超大的 而且那個醫生還有規定就是 如果我下一次沒有來 或者是我如果有取消 我就不行 我要重新再拿那個轉診單 再來重新問他可不可以 對 可不可以再加診這樣子 這種是日本式的權威式的醫生 現在這種少 大部分醫生都是像在場一樣 都很親切的 都美式的 小姐 請坐... 以前我的老師是這樣子 我們要問你 你不要說話 對 我們注意事實旁邊嚇了半死 因為病人 因為以前又是同時看好幾位 你知道嗎 一個在那邊 後面還有一堆人在等 對對對 我跟你一樣 就瞪他一眼 我沒有問你 我後面說嚇了半 我們旁邊練習操藥單 以前是用手寫的病例 他寫的無字天書 我們也要看得懂 然後在旁邊要抄成那個處方簽 那看不懂的趕快去問護理師說 這是什麼字啊 這很辛苦 但是聽到這些每次都說 嚇死了 可是人的心態是這樣 我相信觀眾看完之後 很想認識那個醫師 真的 台家 你一定很有效的 對啊 你有這麼多屁股嗎 我是其實常威科醫師 我有一個很好笑的習慣 如果我要是內視鏡做的沒有很順的時候 我都會對我的內視鏡講話 因為我們腸胃科其實很辛苦 那剛好上一屆 就是突然有幾屆 突然人比較少 到我這一屆都沒人敢選 我那時候猶豫很久要不要選 可是我很有興趣 我覺得還是要選 結果上面只有一個 下面只有一個 那整個醫院那麼多腸胃科病人 就只有我們兩個醫生而已 那我剛去第一個禮拜 通常我們腸胃科會進去 會先做胃鏡 做完胃鏡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後 才開始會做大腰鏡 可是我去了說因為也沒什麼人 然後我第一個禮拜我做得滿順 胃鏡我很快就上手 結果我們的教授 我們的腸胃科教授就說 艾平先生 你這個胃鏡這麼快就上手 你下個禮拜開始做大腰鏡 我當時有點傻眼 因為那時候學長跟我講說 你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 才開始會碰大腰鏡 結果第二個禮拜我就碰大腰鏡了 因為大腰鏡它有很多技巧 它不是一直塞 它有很多要翻轉 就是要把那些解開來找方向 因為大腰鏡你不會做 跟會狀況其實差很多 那快了一個月之後我真的快受不了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跟 坐在內飾鏡我在那邊發呆 我在那邊想說 今天這個又坐那麼不舒服 結果我就握著內飾鏡 我跟他講說 你能不能保佑我 讓我能夠早一點順利一點 後來坐完那裡就好 而且後來我到我們婚院之後 我們院長要有接內飾鏡 差不多是主任 那接任之後 其實我們當時那時候 內飾鏡也正在轉型之中 就是有從一般白光 轉到找起來 你像偵測系統 那時候非常昂貴 那時候整個台灣 可能只有台大 義大 幾個醫學中心有買而已 那時候區域院 地區院 根本沒有人買這種東西 去那邊之後 學長就跟我講說 比起來我跟你講 我們今年有一個預算 我們明年的內飾鏡 新的內飾鏡會到 我就很高興 我就趕快去把它找過來 學長 你怎麼編了一個 沒有放大 只有到高畫質 我希望可以放大 最高等級的內飾鏡 他說已經編了 那我說 我後來在想說怎麼辦 結果我後來 我就去把廠商找過來 我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因為我們那個內飾鏡 那時候很少 你借我一次內飾鏡 我把業務量做大 因為我病人很多 內飾鏡常常要排很久 我要買那個最高等級的 那可是我想辦法 再買更多的設備就對了 因為我覺得 我整個內飾鏡會發展起來 一年後 我業務館成長 我就算一算 我已經幫醫院賺了好幾百萬了 我覺得 醫院一定要給我買 結果後來 我才知道說 學長跟我講說 學弟 你要編那個主機 因為我不知道 公家機關是 今年編分院省一次 第二年再給總院省一次 第三年才能買 我說什麼 三年後才能買 後來其實 我們不知道 醫院還有一個結餘款 然後那筆錢 院長可以決定 要給誰去買東西 院長當時很支持我 他就說好 那不然這筆錢 就會發展我們腸胃科 結果後來 我兩個東西都有買到 讓我非常高興 開心 就是跟大腸鏡腳 讓我買到 對 大腸身有保養 來 我們接下來 醫師看診有不同的美化之外 他們天天也需要面對很多病人 當然有很多突發狀況的時候 他們怎麼應對話術呢 對不對 我覺得 在棘手的患者的時候 我會給他講一句話就是說 這樣聽起來很煽情 可是我大概舉個案例是這樣 一個阿伯就進來 一進來他就跟我聊聊 他看看我就不認識我 他就說 你們現在院長還是某某某嗎 我說對 是是 他就說還是他 還沒有退休 以前常來我家 我就說 我大概知道你是病長 我收到 我的訊息收到 我了解說 我要很注意阿伯的狀況 他就跟我說 最近是這樣 我身體都很好 可是最近就是一直睡不著 他就說他最近因為 有很多壓力一些 一些土地的事情壓力很大 所以他已經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不能睡 診所藥也看過 也拿過 所以他就是不能睡 就說你們大醫院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那我看看阿伯的資料 其實他每年都有做健康檢查 身體很健康 也沒有什麼病痛 我說你這個真的是 因為壓力大 比較辛苦 就是說 那我們就開一些藥 稍微調整一下 一些放鬆的藥 一些改善情緒 看出入睡好一點 那從他那天看診結束之後 到下一次回診 其實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大概就接到 醫院的 總機打來說 黃醫師你現在在哪邊 有一個病人 院長室的朋友說 一定要跟你講到話 我說好 來… 阿伯就打來了 昨天第一天好像能夠睡 第二天又沒有感覺了 那我會有點胸悶 跟頭痛素藥物的副作用 我跟他討論一下說 這個不是這樣子 你多做一點運動 你睡覺前不要再看手機 然後讓心情稍微放鬆 還是沒有用 然後過幾天又打來 就說這個藥 到隔天早上有一點點 噁心噁心的感覺 是藥物引起的嗎 我就想說這樣子下去 每天都有一個副作用的話 怎麼辦 那我們家一科有個好處 我全部的科都認識 就可以把它轉介到 我喜歡的科別 所以他那次回診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黃醫師 終於碰到你了 你這個還是不能睡覺 兩個一… 再進兩個禮拜 還是都沒有什麼好好的休息 很累 現在人都頭很暈 阿伯 你那個壓力太大了 你這個因為 你之前跟我說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是我解決了嗎 他說 怎麼解決得了 那政府要拿我的土地 如果把我這個土地 如果解決掉的話 把我當小孩子騙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阿伯 這樣子 我有認識一個精神科醫師 他很棒 他在對於這個 聊這個心理的溝通很好 我常有時候有壓力 就跟他聊天 他這個正向心理學的這個觀念 只要跟你聊一聊之後 你整個豁然開朗 應該是 其實一開始他不想要再轉診 他就想要再跟我 繼續渡旋的感覺 我跟他說不行 我真的是全心全意 希望說你的狀況能夠改善 我馬上批陪他 趕快按轉診單 就跟他說 我們下次就去找精神科醫師 好好談一談 那終於可以讓我可以安心的 可以再繼續看診下去這樣 因為現在病人 真的慈愛太多了 那我有一個大學招 叫單字回答數 醫院規定說 10點要讓行政人員下班 也不能無限制的一直看一直看 可是病人其實 他們有時候來找你 尤其你有迷 他會回答 他事實上已經有在看別的醫師了 他只是準備了一堆的問題來回答 我那一天看夜診 然後那一天 我老婆有幫我準備咖啡 所以心情安 可是遇到一個 他說他從新竹過來 那他就準備了厚厚一疊的病例 然後要你從 光是把那個病例看完 我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接著他就開始 他準備了一堆問題 開始第一題 第二題一直回答 回答到 其實我看我們的那個 跟診的護理師臉色都很難看 因為我會delay到他下班 對 然後 那我就開始使出我的大絕招 宏醫師 宏醫師 我到底能不能喝水 宏醫師 宏醫師 那健康食品能不能吃 宏醫師 宏醫師 那我萬一 腎臟功能一直持續下降 那這當然 我跟診 護理師是有默契 他 其實我平常講話是很快的 而且我雖然病人都 可是我都會盡 我所有的能告訴他都告訴他 當我出現這種大絕招 單字回答數的時候 我的護理師就 接收到這個訊息 他馬上就半黑臉 然後就把下一個病人叫進來 那大家就看著說 可以請他離開了 後來那個病人滿不高興 他說他坐火車 然後花了什麼多久的時間 然後花了多久 那這邊等了很久 他最後是投訴那個 是非常 其實這件事我常講 我們幫病人診斷成一個 慢性腎衰竭 準備要洗腎 有時候三五分鐘真的看不完 所以有時候特別需要的時候 我有特別訂一個叫 特約門診了大概一個小時 就讓他問個夠 因為真的是沒有辦法這樣 一一回答全部的問題 所以門診如果病人 看到我在 拜託大概就是時間換下一個 下面有的 醫生主要經驗豐富以後 你都會病人越來越多 然後複雜的病例越來越多 那很多時候你突然看到 好幾位複雜的病例 放在一起的時候 結果開始要 怎麼疏散 我都叫年輕醫師說 有的叫他去驗血 有的去驗尿 有的去幹嘛 去做超音波 先疏散 等一下還會再回來 那你中間就可以再進展 不然的話 你會全部卡住 那每個病人都可以卡半小時 你要怎麼辦 現在是資訊時代 網路時代 他們拿來一大堆資料 資料非常非常多 我碰過最多的是 200多頁的定義 對 他就是印一本書來 那你都光看完就 所以他還用A4整理成五頁 他有做商品 但是他 你以為他那200多頁 他也沒有期待嗎 他也有期待你看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要先認同他說 你這麼認真 好用功 真的是不簡單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這個病人 他是子宮內膜癌的病人 他在別的醫院開過刀了 開刀 化療 放療都做 因為他是第三期末的 那後來不幸他又復發了 那他又好像醫院懷疑他復發 叫他做一堆檢查 他又不相信 又跑去另外一個醫院做檢查 然後也CT MRI 症止症什麼都做了 那就把兩個醫院 因為他又不相信他們 又跑來找我 那因為他以前做過化療很多次 所以病例很大一點 那他又不懂印這個災重要 他把整本病例都印 以前有紫本病例 所以裡面連那個護理紀錄 體溫 呼吸 心跳 那個通通都印來 那個是沒有用的 那所以我們就有 有方法進入他 就來他一面講 我們就趕快一面翻 但是你要翻 還是表示說你有在看 那重點就是 像我第一個看病理報告 病理報告 病理報告上面 連手術方法都會寫 假如有華語 再看開刀紀錄 假如沒有 病理報告其實答案都出來了 接下來 再看他最近的總流標記 重點先看 再來還需要的話 看出院栽要 他先中還是想說 那我用手寫了五頁這個也要看 速讀的方式 趕快看 一被你回答 對 你繼續 那有時候他繼續講 講不完你知道嗎 這時候還要想辦法切入 就說我知道 你剛剛講問題 我已經明白了 這個應該怎樣 所以你應該是怎樣 然後你去做什麼檢查 我們安排什麼 然後趕快打發掉 不然他一站就是半小時 也不起來 那你怎麼辦 可是當病人 我們不是敷衍掉他 不是 是因為他很多 已經扯得很遠 比方說他有的病人 他那個 比方說他午夜 他前面其實是在寫他 那個青春期的時代 他都寫起 他一二十歲都開始寫 寫到現在五十幾歲 他全部都寫 他真的很認真 那我就是先鼓勵他說 你真的很認真 把你病歷整理得這麼好 而且還手寫 對 也不能說 你寫真的是沒有用的 不能這樣講 真的是看一看說 這要重點在哪裡這樣子 就跟每次的頒獎典禮 大家不要把這個 講太慘了 時間 對 每年都在操場 謝謝了 謝謝了 幾百人還沒卸完 音樂一直播 對啊 真是也滿麻煩的 到底能不能規範說你來看 就是五分鐘 十分鐘不行 然後就關麥有沒有 之前我看過一個醫生 他就用一個沙漏 就開始用沙漏 他們是算時間的 那就是沙漏比較合理 沙漏這樣漏完之後就結束 15分鐘一結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這樣 而且他們那個是私人員 收費非常高的 你要下一個 再翻過來 繼續算錢 對 我一直想跟他學習 這還不錯 對 所以你要翻他 不要 現在真的是滿多病人 他們都會做很多的功課 那有時候他們做了功課以後 他來的時候不見得是要 就是要你的診斷 那像因為我本身就是說 對於一些自體免疫性疾病 是比較有研究 那時候有一些懷疑的媽媽 或不孕症 他是因為免疫方面的問題 我就遇到這個病人 他就說 聽說詹醫師 你這邊拿抗靈血的藥 是可以健保 我跟你講 我太太這個情況 就是已經怎麼樣 你看這個資料 所以直接你幫我們開 兩個禮拜 其他的沒有關係 我們產檢不用找你 沒關係 你知道那個本來已經看到 已經有點懶散 坐著那時候 這時候我馬上 又把我的椅子挑好了 然後把我的袖子弄好 然後把我的袖子弄好 有沒有 他說這實際上是有危險 他說 先生你知道那個打抗靈血的藥物 打多了會有什麼副作用 你知道嗎 你做了這麼多功課 你有沒有做到這一點呢 打多的話 容易會有出血 那懷疑的媽媽如果出血的話 輕則的話是流產 那如果中的話 可能是腦中風 出血 輕則出血的問題 都有可能 你不是在幫你太太 你是在害你太太 你知道嗎 那這時候他們 尤其我們又是 已經快站起來 他就會比較害到 你這個數據 已經都有一點點時間 要嘛就是要重做 事實上你免疫的問題 應該請免疫科的醫師 好好的幫你做診斷 好好的幫你做調藥 而不是讓你自己 就是說到處來 而且回過頭來 你為什麼前面的免疫科的醫師 不願意幫你開藥 就是你沒有這樣子的適應症 然後也是會說 你到底是誰介紹你 他就說 那個網路上面 那我們有一個群組那些 拜託你回去告訴網路的人 不要再來這邊拿藥 那請他們做完功課以後再來 可以啦 那後來他們就說 最近來的就說 詹姿我們有做功課 那我們有才出來的醫生 是不是可以請你再幫我們診斷一下 再做治療 我記得在大概十七十六七年前 我爸爸因為在上小號的時候有困難 那就去掛了一個蠻有名的診所 那個診所蠻大的 檢查處說他攝護腺肥大 好那他說那可能要開刀 我說OK好要開刀 可是後來他又看著又思一下說 那要開刀我們就不在這裡做 他說我有在另外一家比較大的醫院 你來看來這邊看 我也覺得OK 因為他滿有名的評價很高 那我們後來又到那邊再掛了一次 那就再看一次決定要開刀的時候 那他就說如果你要找我開的話 我要再多收三萬塊 我就是不健保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叫指定醫師費用 指定醫師費用是 你不能去申請保險對不對 而且十幾年前三萬塊錢不少 對不對 他很清楚告訴你 我說OK我可以接受 那我就給他指定醫師費用 而且人家名醫就是名醫 開完了就是很好 就你這個錢不會白花就對了 對 剛剛我聽完大醫師講話就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是基層診所的醫師 所以像詹醫師那一套 在我們診所就是不可以這樣用 因為我們是小診所小醫師 所以我們擅長的是什麼 是溫情公司 所以我看診我最喜歡講這個 我媽媽也吃這顆藥 那這個病人就放心了 就是要同理的感覺 最好是講 我也在吃這個藥 對 對 就是常常有很多病人就不聽話 因為我們明明為他好 可是我們不能跟他說 我全心全意為你好 然後所以 對 但是他就是不聽我的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我只好想另外一招出來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給我看很多年 他是逼肝在固定追蹤的 結果他抽血的時候發現他膽固醇超高 大概總膽固醇是300多 那我們正常總膽固醇空腹是200 然後結果我問他他就說 這個我從大學時候 什麼學校體檢 什麼公司體檢 就是一輩子都是300多 從來也沒理過他 可是他現在已經是50幾歲 他已經停經了 那假如停經的話 你膽固醇超過200次 就很容易腦中風 那我就說那你這個 可能要吃藥 因為這麼高 他死活就是說不用 因為我從大學到現在都沒事 我不要吃膽固醇的藥 因為膽固醇的藥 對這個可能身體不好什麼的 怎麼講都沒有用 死就不吃 然後我跟他說你會中風 會心臟病恐嚇他 沒笑 後來我只好跟他說 你知道嗎 這個藥不是指自膽固醇 這個藥有一些流行病學研究發現 他對肝臟有幫助 你有肝臟的問題 我發現他很怕得肝癌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研究 拿這個藥來治肝病 然後再來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你不用怕 我們這邊的藥是用進口原廠的 品質有保證 藥效好 重點是 他一聽到整個就 你媽也在吃 我說對啊 我媽也在吃 我說這個藥我都敢開課 我媽你覺得會有問題嗎 二話不說就拿三個月嗎 你現在拿藥 所以你剛剛說瓜哥 你剛剛說他拿一天一天分 沒有 他開過藥給我 那時候我去照常惡鏡 那個張媽媽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剛剛都在吃藥 他到時沒有這樣 他說這個藥 因為我們在醫師好拉 也看過那個藥 是醬膽固醇還是 醬膽固醇 瓜哥你是不是這樣 他說那個藥其實醫師也在吃 而且還有防癌的作用 對 但是我就去看皮膚科醫師 他說這個藥很輕 連我也在吃 我媽媽也在吃 他是真的 那個醫師大概 比我年紀還大 所以皮膚科媽媽也有吃 你不要怎麼排斥 對 他們說這個過敏性的藥還不錯 不會太強 其實很多時候 病人很懷疑地說 我們用自己親近的人講 是有像 當年十多年前 開始子宮頸癌疫苗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出來反對 他們不是那麼懂醫學人犯罪 後來我就說 你們要不要去看看 這些女醫師打了嗎 這些他們的女兒打了嗎 他們太太打了嗎 他們打了 那他們聽說 有道理 接下來替民眾來問醫師 就是說 大家想掛名醫 對不對 大牌醫師也覺得很難掛 醫師也教大家如何來順利看診 幾十年前都排隊排到很長 有半夜十二點就開始排 清晨去看醫院就是一大堆人 是蠻辛苦的 那現在大家都預約了 都想辦法預約 可是發現預約不到 那怎麼辦 如果我自己所知道的是 第一個方法就是有些醫院 它會讓醫生的號 保留一些號 在半夜十二點開始開放 或者清晨六點 有的醫院制度不一樣 會開放當天的號 比方說它保留了五號或者十號 所以有些病人厲害 他就知道說 我當天一早 他說你們醫院有保留這麼耗 在那個時間 這第一個方法 你去看看 有些醫院它是有這樣保留的 那第二個是 有醫生他有保留現場耗 有些醫生他有保留現場耗 而且現場耗大部分在比較前面 大概也有醫院它設計成 比方說一號二號 十一號十二號 二十一號二十二號 這些是現場耗 那很少能超過十位 有些醫生是保留零個 就沒有現場耗 不准掛 有些醫生保留一個兩個 那也是一個機會 那這是第三個是說 如果你還是有困難 你去拿 就像剛剛醫醫說的 去診所的轉介單 依照我們各個醫院證明 因為我們政府希望大家要轉診 那盡量轉診才到大醫院 所以如果診所醫生認為說 我這邊看了一陣子發現改善有限 或者是沒有辦法看好 或者是懷疑診斷 他會說好 我願意幫你寫轉診單 那醫生大部分也接受 如果還是不行 如果你能弄到一張醫生的名片 或者朋友 比方說我寫給你一張名片 他一看我的名字 馬上去加號 去那個診間裡面加號 所以我經常也在寫這個名片給你 去加號 那醫生一看是我 他當然想說 那這樣給他加一下 所以這個 但是加號可能會加到最後面 就要忍耐了 可能比方說九十幾號 一百多號 但是至少還是掛上了 真正你想要直接去找醫生 不太容易找 因為護理師會把你擋下來 因為他裡面已經太多人了 他一直會覺得說 你應該循正常管道 去醫院去掛號 當然如果你還是 比方說像瓜哥這樣 經濟比較好一點 你就直接掛VIP門診 沒有門診 現在醫院都有在搞 很多醫院都有 各大醫院幾乎都有VIP門診 對 黃牛票 因為我們之前要去掛一個 就是皮膚科 然後他很有名 然後就掛不到 我們就在想說 因為好像每個禮拜一的幾點 然後要準時開牆 我們電腦 我都是用最快的網速 手在那個什麼 那個前面你知道嗎 然後都搶不到 後來我們就有去爬文想說 到底要怎麼搶 然後就有看到網路上 有在賣名醫的黃牛票 就是他有幫你掛號 後來那個醫生好像知道了之後 就開始用實名制的 就是你要先登錄來幹 我想說掛醫生也可以掛黃牛號 重點是黃牛如果跟他分一點就算了 黃牛其實他們是很辛苦的去排隊的 現場號對不對 但是大陸的黃牛號才恐怖 我見過有那個一個號 是五千塊人民幣的 好可怕喔 一千塊很常見 這真的很恐怖 他為了等那個醫生他拍不到 大家都以為說 醫生可以幫你什麼掛前面一點 我要跟大家講 醫生用電腦去掛都是在後面 醫生你下次幫我掛前面一點 我們真的控制不了那號碼 就像曾醫師講說 你要把握現場號 或有些原因有進老號 你年紀70歲以上 有一些號碼保留給你 或是你要把握你的初診 初診都一定可以掛進來 有一個初診 那還有人常會問醫生 就是到醫院的時候 不知道說我到底要給誰看 有人都講說 那我掛主任 掛主任就好 我跟大家講 有千千萬萬的主任 我們醫院醫生都上過班都知道說 其實主任是一個值班制 除非有些主任是萬言不可撼動的地位 他永遠當主任 我的醫院的主任是大家輪流當 我都會請患者 因為這個小撇步 你去跟那個服務台的人員聊天 或括號是跟他講說 你們如果自己不舒服的話 你們會吵胃腸科的誰 他就會說我會找張振榮 那絕對就是個他們 他是好掛不進去 你就要想辦法 後面就要用其他的方法掛 他就會接你說 我們自己院內員工 都會想要給誰看的話 好像就還不錯 那再來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門診表的時候有一些蹊蹺 你在看一個醫院的門診表 如果這一顆 大概有四五個醫師 其實四五個醫師 應該診室要平均對不對 有幾個醫師的診數 稍微多一點的 表示說他的病人需求量多 那一般來講都是還不錯的醫生的評價 那第三個還有就是 我們以前在當總醫師跟研究醫師 我們都要負責排一個科的班 門診表 有一個默契就是禮拜一早上 像大醫院禮拜一早上 常常都會拍一些重兵重將 因為禮拜一上六日休息完之後 你去看各科禮拜一早上 常都是一些大咖的醫師上場 所以禮拜一早上 你看各科出馬的那些醫師 大多數都是滿資深 滿權威的醫師 所以這些小方法 可以給大家建議一下 我在前一陣子 因為我一直以為自己壓力大 開始洗頭髮有點弱髮 那就會掉髮 就會緊張 那我想去掛那個名醫 就是那個大醫院皮膚科掛不進去 那後來有人就跟我講說 其實那個大醫院的對面有一個診所 都是那個大醫院退下來的人在那裡 也都是名醫 只是他們退休了 等下還在大院退休 還在那看診 後來我就去看了 那醫師也是滿厲害的 他說 他問完診 他說 陳婷 我懷疑你應該是 那我們抽血做個檢查 結果抽完血之後 一個禮拜後我去看報告 他說 不是雄性突 那不是雄性突的話 我跟你講 那我這邊 就沒有辦法幫你解決 我可以幫你轉介到大醫院去 就是我要去的目標 他就幫我介紹 這個A醫生幫我介紹了B 好 我去看了B之後 後來我去看了那個B醫生 是個女醫師 也是名醫 都掛不進去 你網路上怎麼掛都掛不進去 他看到我的病 他告訴你說 陳先生很抱歉 我不是這個專業 我是白化症的 我說不是 轉介來 你是皮膚科 他說 可是我是看白化症的 我幫你轉介到C 好 他就叫我去看 馬上當天就過去了 結果剛好C那個醫生 那天休診 臨時請假 他們裡頭的助理醫師說 那沒有關係 陳先生 好 都是名醫就對了 都掛不到了 我就到D那邊去了 那醫生也是很有耐性 看完之後他說 我懷疑是什麼 可能是什麼 他講我懷疑是什麼 可能是什麼 他就開了藥 兩個禮拜又有吃 他說你吃完之後 兩個禮拜再回診的時候 回去看你應該要看的醫生C 我會幫你掛C回去 兩個禮拜完之後 我真的順利看到C了 那醫生多厲害 他就頭髮跟你抓個兩根起來 他就跟旁邊講 這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出來有沒有 好 他回頭會跟我講 你這個叫做 廣泛型的圓形凸 我說那怎麼辦 我說壓力太大 他說你不要跟我講壓力 那是一般人在講 我跟你談的是 你生了這個病 跟壓力無關 但我現在開這個藥給你吃呢 你就吃兩個月就對了 裡頭你可能會有點發胖 你可能會肚子餓 你就少吃點飯 會怎麼樣 好 兩個月後如果有什麼狀況的話 你有看到他慢慢長出細毛來 就表示你好了 如果沒有長出來 我們可能要再做下一步了 結果他很厲害 兩個月之後 在兩個月這中間過程 已經長出細毛了 後來回診之後他告訴我說 你已經過關了你好了 結果他是很篤定的 因為名醫就是名醫 而且很篤定 所以我這個問題就從A B C D 又回到C E就解決了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患者 他的爸爸就是心臟不舒服 想到醫院掛那個心臟科醫師 他一直 一開始他就網路掛不到 他去現場排隊排完之後 到了他的時候 已經在前面已經被掛完 現場被掛完 然後後來他就 他就想盡辦法 就用到那個加掛卡 他只有拿到加掛卡 可是去的時候 他那天帶他爸爸去的時候 剛好那天醫生請假 結果他就鋪了空 他就很生氣 就回到 剛好那天他腸胃也不太舒服 他爸爸也不太舒服 就帶我回到我們門診 回到我們門診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現在很多方法 所以我就跟他寫個轉診單 後來用我們的特殊的系統 幫他掛號就有掛上了 所以現在其實 因為現在健保局會希望 不管是醫院診所或醫學中心 這真的聯合的 聯合一個轉診的方式 能夠越來越廣泛方便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 診所有認識的醫生的話 其實這塊他們有時候 是可以幫你做出的 謝謝醫師的建議 不過看整括號都有小鬼 今天提供給大家 但找名醫 還是要尋找你適合的 有時候我覺得 什麼小感冒這些 就不需要找什麼 家附近的診所可以 對 不一定要一面尋找 真正的 因為太 他也對很多不方便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